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他已经讲完了 所以两个人讲话按照我们现在引用的是CNBC的他的网站上的实况 讲了整个实况34分钟不到35分钟 所以标示了整个这件事情的长度就是这么长度了 我听了大概我听了哈利斯的听了这个拜登的听了一部分 在拜登的引述当中呢 他引用了圣经 我很少听拜登话引用圣经 他引用了圣经 强调了truth 真相 强调了事实 强调这些内容 我个人蛮感触的 川普没有讲话 川普没有讲话 川普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很长的推文 那他号召让美国在委家的国家 他用了一个国家 去要站起来 反对拜登的强制打针的政策 和关闭学校政策 蛮长的 那以此来代表 其实以此来表态了 那这件事情 就我们一年之后看到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卷入其中的主要人呢 那就是川普 川普 彭斯和现在的美国政府 以及美国政府包括现在的国会 众议院 参议院 跟美国现在总统副总统 那他标志的是什么 美国道德的完美的衰败的故事 美国衰败的故事 一个很大的缘由 魔鬼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正的力量不够正了 那人间要有新的心法 新的心法来出现 可能有些基督的 新基督教朋友就说 耶稣会再回来 是神再回来 耶稣再回来 耶稣怎么回来 基督怎么回来 谁能解释 基督怎么回来 谁能判断基督是怎么回来 所以基督如果回来的时候 在他回来之前 一定揭示出今天的美国 国家道德的沦丧 无以 就是 无能 就是他没有能力去战胜 撒旦魔鬼的中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